马来西亚有一位80岁的环保职工 林淑珠阿嬷 她懂得利用清晨的时间 推着婴儿车到社区做环保 做好事又可以运动 健康快乐 没烦恼 选择清晨出发 带着笑容上路 引发在浴光下 闪耀着光辉 林淑珠今年80岁了 她的社区寻宝路线将在阳光下展开 找到宝啊 因为她是我们的宝 早上是宝 把他们丢掉的我们就当做宝 他们不会欺负吗 林淑珠现在所使用的推车 也是捡回来的资源 知道的 这个天不复有心人 我每次拿两代 三代 两代 三代 走到那条街 他们丢了一两车 我说刚好 我拿来环保 长期做环保 她已经摸索出自己的路线 最适合的模式 带着灿烂的笑容和社区打交道 宣扬环保 也名手快 动作俐落 我有手套 但是有的有存 我就不要翻了 我咳咳咳咳 有那个罐什么 我就打开 打开了我就拿那个罐 阿嬷的用心 也的确让环保意识 这条环保路线更是让她巡悟不少意外的收获 开心 要开心就要做了 因为在家里寂寞 因为我两个孙去读中学了 家里又没有人 我就趁这个机会去环保镇 还有几个老菩萨 我们开开心心 这样聊聊就不是过了一天 林属猪长达三年的环保之行 鲁就在自己脚下 崩光明媚 也满载而归 大海新闻林慧婷 黄维瑜 林志友 马来西亚报道